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人这一辈子,风风雨雨走过大半城 年轻的时候,我们或许意气风发,觉得自己有钱有本事,便可以无所不能,勇往直前 然而,当我们老了,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才渐渐明白,在很多时候,即使再怎么有钱有本事,有些事也该低头了 零妖,面对矛盾纷争,不当出头鸟 为什么面对矛盾纷争,不当出头鸟呢? 因为人老了,身体和精力都有限,经不起太多的折腾 一旦卷入矛盾纷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 因为当出头鸟,往往容易成为众矢之地 在矛盾纷争中,出头的人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攻击 而我们年老之人,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些 如果我们在矛盾纷争中当了出头鸟,那么可能会陷入更加复杂的局面 我们可能会被双方拉扯,难以脱身,甚至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危险 因此,不当出头鸟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我们可以保持中立,不参与其中,让事情自然地发展和解决 从而,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享受平静的生活 所以,面对矛盾纷争,不当出头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02.面对烂人烂事,不与之纠缠 为什么面对烂人烂事,不与之纠缠呢? 因为烂人烂事只会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却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因为与烂人烂事纠缠,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糟糕 我们会被他们的负面情绪所影响,陷入愤怒、焦虑和痛苦之中 如果我们一直与烂人烂事纠缠不清 那么我们就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 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享受生活的美好 因此,不与之纠缠可以让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 我们可以远离负面情绪,让自己的心情更加舒畅 从而,我们可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所以,面对烂人烂事,不与之纠缠,是一种智慧的生活态度 03,正是疾病,戒掉不良爱好,人无在少年 为什么要正是疾病,戒掉不良爱好呢? 因为人老了,身体的抵抗力下降 各种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 如果我们不正是疾病,不戒掉不良爱好 可能会让病情加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因为不良爱好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比如吸烟、喝酒、熬夜等不良习惯 会增加患各种疾病的风险 尤其是有慢性疾病高血压喝酒很容易走了 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如果我们不及时改掉不良爱好 那么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们可能会因为疾病而失去健康 甚至失去生命 因此,正是疾病,戒掉不良爱好是对自己负责 我们要珍惜自己的身体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从而,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 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 所以,正是疾病,戒掉不良爱好 人无在少年 我们要珍惜当下,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零四,低头不是怂了,是低调成熟了 为什么低头不是怂了,而是低调成熟了呢? 因为人老了 我们更加懂得了生活的不义和人生的无常 我们知道,有时候低头并不是软弱 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因为低头可以避免冲突和矛盾 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的坚持和强硬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冲突 而低头则可以让事情得到更好的解决 如果我们总是固执己见 不愿意低头 那么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我们会失去别人的支持和帮助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因此,低头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它代表着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和自负 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从而,我们可以赢得别人的尊重和理解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和谐 所以,低头不是怂了 是低调成熟了 我们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低头 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 人老了才发现 再怎么有钱有本事 有些是该低头得低头了 面对矛盾纷争 不当出头鸟 面对烂人烂事 不与之纠缠 正是疾病 戒掉不良爱好 明白低头不是怂了 而是低调成熟了 在人生的后半程 我们要更加珍惜生活中的平静与安宁 以更加智慧的方式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让我们学会适时低头 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人这一辈子匆匆忙忙走过大半程 年轻的时候 我们为了生活奔波 为了梦想奋斗 很少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 可当我们老了 脚步慢了下来 却发现自己的一些观念和行为 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困扰 甚至会讨人闲 人老了 凡是要自觉一点 免得讨人闲还不自知 尤其是以下这四点 最好不要做 01 送去养老院就是不孝 为什么会有人认为 送去养老院就是不孝呢 因为在传统观念里 子女应该亲自照顾父母 让父母在身边安度晚年 人们觉得把父母送去养老院 是一种抛弃 是不孝顺的表现 因为很多人认为 养老院的服务不如子女的照顾贴心 他们担心 父母在养老院会受到不好的对待 会感到孤独和无助 如果我们一味地坚持送去养老院 就是不孝的观念 那么可能会给子女带来很大的压力 子女可能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原因 无法全身心地照顾父母 但又会因为这种观念 而感到愧疚和不安 因此 这种观念可能会影响家庭关系 子女可能会在照顾父母和工作之间 陷入两难 从而产生矛盾和冲突 从而我们应该认识到 送去养老院并不一定就是不孝 现在的养老院 有专业的护理人员和设施 可以为老人提供更好的照顾和生活环境 所以我们不要盲目地认为 送去养老院就是不孝 要根据实际情况 来选择最适合父母的养老方式 零二 子女必须贴身伺候 为什么会觉得子女必须贴身伺候呢 因为觉得子女是自己养大的 现在自己老了 子女就应该回报自己 贴身伺候自己 因为担心别人会说闲话 如果子女不贴身伺候 就会被认为是不孝顺 自己也会觉得没有面子 如果要求子女必须贴身伺候 那么可能会影响子女的生活和工作 子女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不可能时刻陪伴在父母身边 因此 这种要求可能会让子女感到疲惫和无奈 他们既要照顾老人 又要兼顾自己的生活 压力会非常大 从而 应该理解子女的难处 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老人身上 所以 子女不一定必须贴身伺候 要给子女一些空间 让他们能够平衡好家庭和工作 03 有点不舒服就大惊小怪 为什么有点不舒服就大惊小怪呢 因为我们老了 身体不如从前 对自己的健康更加关注 一旦有点不舒服 就会担心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因为我们害怕生病 害怕给子女添麻烦 所以一旦有一点不舒服 就会紧张得不得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人们的身体状况会逐渐下降 这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 有些老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过于敏感 稍微有点不适就大喊大叫 甚至要求子女立刻回家探望 如果我们有点不舒服就大惊小怪 那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我们会越想越害怕 甚至会影响自己的睡眠和食欲 因此 这种行为可能会让子女也跟着紧张 他们会担心我们的身体 可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来照顾我们 从而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 有点不舒服 不一定就是大病 可以先观察一下 如果情况严重 再去看医生 所以 有点不舒服 不要大惊小怪 要学会正确对待自己的身体状况 零四 没有边界感 只知点点 顽固霸道 为什么不能没有边界感 只知点点 顽固霸道呢 因为这样会让别人感到不舒服 尤其是子女和晚辈 我们老了 可能会觉得自己有经验 喜欢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 因为没有边界感 会让别人觉得 我们不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 我们的指知点点 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反感和抵触 如果我们一直没有边界感 顽固霸道 那么可能会破坏家庭关系 子女和晚辈 可能会因为我们的行为 而疏远我们 因此 这种行为会让我们变得孤独 没有人愿意和一个总是指知点点 顽固霸道的人相处 从而 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别人的生活 不要过多地干涉别人的选择 要给他们足够的空间 所以 没有边界感 指知点点 顽固霸道是不可取的 我们要学会自觉地保持适当的距离 尊重别人的生活 人老了 凡事要自觉一点 免得讨人闲 还不自知 我们不要盲目地认为 送去养老院就是不孝 也不要要求子女必须贴身伺候 有点不舒服 不要大惊小怪 要学会正确对待自己的身体状况 同时 我们要避免没有边界感 指知点点 顽固霸道的行为 让我们在晚年生活中 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少一些固执和霸道 与子女和晚辈和谐相处 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 人这一辈子 就像一场漫长的旅行 年轻时 我们怀揣着梦想和憧憬 满怀激情地奔跑在人生的道路上 总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 生活尽在掌握之中 然而 当岁月的车轮无情地转动 当白发悄然爬上双臂 我们才恍然大悟 生活并非如我们当初想象的那般一帆风顺 也并非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 原来 生活不是这样 就是那样 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选择 生活总有意外和变数 为什么说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各种意外和变数呢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未知的旅程 我们无法预测 明天会发生什么 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可能是一次意外的失业 也可能是一段感情的突然破裂 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自己设定的框架里 认为一切都会按照计划进行 那么当意外来临时 我们很容易就会被打得措手不及 因此 当意外发生时 我们的生活节奏会被打乱 原有的计划和期望会落空 从而 让我们陷入焦虑和迷茫之中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所以 我们要学会接受生活中的意外和变数 因为这就是生活的常态 正如古人云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调整心态 勇敢面对 生活充满选择和纠结 为什么说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各种选择和纠结呢 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无时无刻不再面临着选择 小到今天吃什么 穿什么 大到选择什么样的职业 和什么样的人共度一生 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影响我们的未来 让我们感到纠结和不安 如果我们在做选择时 犹豫不决 患得患失 那么很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时机 因此错误的选择或者错过的机会 可能会让我们感到遗憾和后悔 从而影响我们的心情和生活质量 所以我们要学会在众多的选择中 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 就像蛋丁说的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只有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 才能减少后悔和遗憾 抢求往往事与愿违 为什么说很多时候 我们越是抢求 结果往往越不如意呢 因为生活有着它自己的规律和节奏 有时候 我们过于执着于某个目标 或者某个人 不顾一切地去追求 却忽略了现实的条件和自身的能力 如果我们不懂得适可而止 不懂得放下执念 那么很可能会让自己陷入痛苦的深渊 因此 过度的抢求会让我们失去理智 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为 从而 不仅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还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所以 我们要明白 有些事情是抢求不来的 学会顺其自然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正如老子所说 为者败之 职者失之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 无职故无失 不抢求 不执着 才能让心灵得到解脱 平衡积极与等待 为什么说完全的消极等待 或者过度的积极干预 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呢 因为生活需要我们在主动和被动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如果我们只是消极等待 什么都不做 那么机会很可能会从我们身边溜走 我们永远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如果我们过度积极干预 不考虑客观条件和他人的感受 那么很可能会碰壁 甚至会伤害到自己和他人 因此 只有找到那个恰到好处的度 我们才能在生活中如鱼得水 从而 既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又能尊重生活的规律和他人的选择 所以 我们要学会在积极进取 和耐心等待之间灵活转换 根据不同的情况 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就像孔子说的 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以乎 民先久矣 把握好中庸之道 才能让生活更加和谐美满 顺其自然就好 人老了 经历了风风雨雨 看惯了世间百态 才真正领悟到顺其自然的真谛 生活就像一场戏 我们既是演员 也是观众 有时候 我们需要在舞台上尽情表演 展现自己的风采 有时候 我们需要坐在台下 静静地欣赏 为他人鼓掌 顺其自然 不是消极逃避 而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 是在努力过后的坦然 是在得失之间的淡定 当我们学会顺其自然时 我们就能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 不再为琐事烦恼 不再为得失纠结 愿每一个走过岁月的人 都能在生活的魔力中 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宁静与从容 以顺其自然的心态 过好余生的每一天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 儿时的天真无邪 和毫不设防的青涩时代 后来也都被现实的生活 所深深地教育过 是岁月和经历 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实际 也越来越懂得自保 也可以说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甚至是越来越冷漠 越来越麻木 而人和人之间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 则是我们在生活中学到的 最重要的一刻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曾经有过和别人掏心掏肺 肝胆相照的时刻 也都经历过 因为彼此走得太近 而产生误解 甚至相互伤害 乃至断交的窘境 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还太年轻 对于人性和人心 还缺少必要的认知 人和人都是因为距离而产生吸引 也同时会因为距离太近 而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和碰撞 在爱情中的相爱容易相处难 就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 所以无论是朋友之间 亲人之间 甚至是夫妻之间 都要保持好一定的距离 距离产生美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距离会产生朦胧感 好奇感 而且更会保持一定的安全感 除了与人保持适当的距离 在生活中对人对事都留有一定的余地 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凡事留一线 日后好见面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绝 一定要留有一点余地 这样对人对己都有好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总有一些人是非常冲动的 这样的人总是容易头脑发热 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总是容易说出非常极端的话 做出一些难以挽回的事情 等事后冷静下来 又后悔不已 然后一切都晚了 说出去的话 已然收不回来了 做过的事情 也不再有回旋的余地 说话办事 懂得留有余地 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准 也是聪明的体现 正所谓 大智者若愚 在生活当中 我们不一定要表现得聪明伶俐 而是要懂得收敛锋芒 说话的时候 要懂得话到嘴边留半句 做事的时候 也要学会三思而行 哪怕看上去 我们迟缓一些 但是我们的一言一行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这样的人 才是拥有大智慧的人 智者 不在乎表面的灵光 而是总能看到深层次的东西 懂得和别人保持适当的距离 给别人和自己 都留有一定的余地 这就是最大的人生智慧 也是聪明的人都懂得的道理 我们都在不可避免地长大和成熟 人生和生活的真相 也在不断地展示给我们看 也许我们会因为彼此的距离 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无话不谈 做事的时候也因为顾虑太多 而不像以往那样快意恩仇 然而 这就是生活的现实 也是我们不得不去遵循的规律 更得去学会适应 平平淡淡才是真 太过热烈的 一般也不会长久 接受平淡才能够真正地拥抱人生 虽然这份平淡会让我们觉得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似乎不够浓烈 但至少它会因为拥有了一定的安全距离 而避免了彼此之间的碰撞和伤害 这个世界会因为彼此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留够了一定的余地 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也更加会让我们进退自如 自由自在一些 我们的一生要学会的东西有很多 要明白的道理也不少 然而无论是谁 或早或迟都要明白的两个道理 一定是妥协和认输 可以这么说吧 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和自我 和他人 和整个世界达成妥协的过程 很多事情你不认输也是不行的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宿命 也是整个人类的局限性所在 理想总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而面对理想的破灭 也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理性认知 其实我们都很渺小 所以总会感到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 感情上 事业上 生活中 仔细想来又有多少事情是称心如意的呢 我们总是对自己 对孩子 甚至对所有的人都充满期望 而且这种期望很多时候是过高的 甚至是非常不现实的 如果我们总是一味的不妥协 不认输 那么最后面对的一定是无尽的失望和落寞 学会妥协甚至认输 不是一种懦弱和无能 相反而是一种做人的至高智慧和通透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百分 面对注定充满缺憾的人生 我们应该学会坦然地接受和彻底地释然 我们的人生 到处都是不满意 不圆满 关键是用一个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切 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 这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 也是面对无常之人生最好的处世哲学 人最怕自己和自己较劲 也怕和这个世界为敌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注定是非常渺小而脆弱的 承认自己短板和局限性 是我们能够生活得潇洒快乐一点的最重要的心理建设 尽早地认识到人生需要妥协和认输 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和自己 和这个世界和谐共处 否则必将陷入无尽的自我攻击和纠缠之中 其实这个世界上也从来不存在绝对的强和弱 强有时候也是一种弱 正所谓太刚一蛇 而弱有时候也是一种强 不幸你看地球上那些被灭绝的生命 往往是当时最强大的存在 而那些弱小的生命 却因为适应能力比较强而幸运地存活了下来 所以面对所谓的强弱 我们要用一个辩证的思维去看待 而不是陷入执念 不可自拔 他强认他强 清风俯山岗 他横刃他横 明月照大江 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至于那些外界的评判和影响 我们不妨学会视而不见和顺其自然 要相信我们的存在一定都是最好的因果 而学会接受和拥抱自己 才是我们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觉知和开悟 加油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迎接一个真实而生动的自我 学会妥协和认输 也懂得拥抱现实的所有美好 我们总是羡慕那些内心强大的人 也总是想着去做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人 然而 我们是否真的了解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他们的心理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用心观察就会发现 那些真正内心强大的人 一定会存在着一些普遍的共同特征 而当我们也培养或者说是磨练出那样的品质之后 那么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了 内心强大的人 总是敢于面对真实的自我和现实的生活 内心强大 并不代表着我们就一定具备别人没有的能力 更不是三头六臂无所不能 而是我们敢于直面自己的不足 敢于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的各自困难 甚至是不幸 从不自爱自怜 更不会去怨天尤人 一个人如果总是活在自己为自己准备的舒适区之内 甚至是用各种借口 为自己的懦弱和逃避寻找理由 那么这样的人永远都会是生活的弱者 更适合强大 沾不上半点边 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人 他们渴望成功 但是也绝对不会惧怕失败 面对失败时的态度 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内心强大的失金时 当面临失败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能否坦然地接受 会不会因为失败而丧失了继续前行的勇气 会不会丧失了信心 甚至是一蹶不振 这才是检验一个人内心强大与否的标准 内心强大的人 不会过分地去在意结果 因为他们依然懂得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一切经历都是有意义的 而且很多时候 失败带给我们的东西 远远要比那些令人兴奋的成功多得多 内心强大的人 心情是平静的 容易急躁 患得患失 毛头毛脚 这些都和一个强大的内心是相悖的 一个真正具有强大内心的人 他们看上去总是那么的平静 那么轻松 实际上在平静的内心里面 却蕴藏了一种巨大的能量 也正是这份从容淡定 才让他们能够真正地做到 无论发生什么状况 都不至于慌乱和不知所措 真正的强大 不是表面的坚韧和刚强 而是柔中有刚 有长进有韧性 所以 一个真正强大的人 不会是锋芒毕露 更不会霸道张扬 要想做到内心强大 绝非一日之功 且不可以急功近利 否则就会事与愿违 内心强大的过程 是一个自我修炼 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 更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之中 去反复磨炼的过程 只要我们心中树立了一个这样的目标 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 每天都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和自己的内心 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 然后肯定自己的进步 弥补自己的不足 哪怕每天只能进步一点点 只要坚持下去 时间长了 就一定会实现质的突破 让我们一起做生活的强者 做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 加油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承愿和游游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在生活中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朋友 痛苦而无奈地抱怨说 我很讨厌现在的自己 或者会说我最不想活成现在的样子了 然而现实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状态 尽管我们感觉自己在无时无刻地提醒着自己要改变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努力地想成为一种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似乎也在努力地避免成为自己不想成为的那个样子 但是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 这个看似奇怪的现象 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地深思和探究一下 首先我们得认识到 人的心理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多变的世界 而我们人类的意志也从来没有真正地自由过 也正是因为心理世界的复杂性和意志的不完全可控性 才造成了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地看清自己 更没有透过现象发现本质 而我们自认为的坚强意志很多时候也并没有真正地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 当我们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是在这个人身上发现了自己的缺点 而这个人恰如一面镜子将我们讨厌的方面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 而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也是因为在这个人身上具备着我们自己没有的和渴望得到的一些性格品质 无论是我们讨厌的还是喜欢的 其实都是一种潜意识的心理投射 而我们的大脑很多时候并不能够真正地通过简单地下达一个指令 就可以让我们改变自己对别人或者是自己的态度 所以就会出现无论怎样都会讨厌一个人或者喜欢一个人的情况 我们总是告诉自己要改变什么 尤其是想摆脱家庭的影响或者是打破所谓的宿命 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朋友发誓要做一个性格好的人 因为他们的父母是暴躁的 有的朋友立志要好好对待自己的伴侣 因为他们的父母关系不好 甚至存在家暴 这些努力和想改变的决心着实令我们佩服和欣赏 但是现实却是很多人越是时刻提醒自己 甚至是发下誓言 最终还是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然后就是陷入深深的痛苦和挣扎之中 因为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是这种结局 其实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潜意识 还有原生家庭在我们心底落下的深深的痕迹 如果不从深层次和根源上找到症结 然后实现最清醒的自我认知和觉醒 任凭我们怎么用蛮力效果也不会太好 接受一个真实的自我 去发现我们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背后的逻辑 才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 一个人如果想改变自我 而且因为改变不了而感到痛苦 这就说明这颗心是向往美好的 但是还没有真正地找到出口 我们不能够在一个对自己充满敌意和讨厌的心理状态中 期望做出有效的改变 无论我们是多么的不堪 或者是劣迹斑斑 只要我们自己能够深刻地认识到 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着自己看不到的原因 或者是原生家庭的影响 亦或是心灵上的创伤等等其他原因 只要我们能够直面那些深埋在我们心灵深处地流着血的伤口 不逃避 不遮掩 才能够拥有真正改变的可能 要想最终不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就要尽早地去揭开猛在表面上的那层面纱 然后抛开揉碎 如刨钉解牛一般地去探究现象之后的内在逻辑和根本原因 如若没有一番自我革命和浴火重生的痛苦和磨炼 我们就很难改变生活的惯性和所谓的宿命 但是一旦我们真正拥有了那份改变自我的决心和智慧 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有可能了 其中就包括活出一个最美好 最喜欢的自己 人的一生 时时刻刻都在争 我们云云众生 从蹄枯落地那一天起 就已经参与到各种争取之中 争更多的物质 争名利地位 争爱情 争婚姻 争对错 似乎没有了争 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 就会被这个世界抛弃一样 然而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不是争就可以的 人有千算 天有一算 即使机关算尽 也终究抵不上老天的意志 人 终究是争不过命的 君子人不跟命争 一个人 一生一世 一个故事 一个结果 很多事情 都是冥冥中注定好的 我们看得到开始 却预测不到未来 人间自有天道 所谓的命中注定 也是因为因果机缘 很多人对命这个概念 不屑一顾 甚至嗤之以鼻 那是因为 他们现在还太年轻 所以才如此的轻狂 所以才会不安事事 不相信命 但是终究一天 他们也会真真切切地体会到 命运这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力量 这世上 命运会安排时间洗净一切 而我们生命中的一切 也都在因果循环之中运行 围观的 家业凋零 富贵的 金银散尽 这都是命运的杰出作品 也都是种下啥因 收获啥果 普普通通的我们 就平平淡淡地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即可 何必与命相争 和命运死死抗争 看似一种勇敢和执着 其实一旦过了 就是对自己不宽容 甚至是残忍 说是一种愚蠢也不为过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有时候任性还真不行 但任命却可以 命里一尺 难求一丈 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 命里该你有的东西 即使你不苛求 不去争 就做到尽己力听天命 它自然就会来到 而命运里不该你有的东西 你处心积虑 挖空心思 终究还是得不到 或者是得到一时 还是要成为别人的 这就是命 这就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东西 不服不行 硬刚的话 也会让自己更痛苦 甚至严重地会害了自己 命就是命 人与之抗争 不是靠强争 硬争 而是要先进自己的努力 然后顺其自然地 听命安排就可 尽人是听天命 这不是消极悲观 而是一种豁达和智慧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到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 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 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生活不是等待风暴过去 而是学会在雨中跳舞 这句名言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真谛 那就是 无论处于何种境遇 都要积极面对 寻找其中的乐趣和价值 人老了才发现 大家的退休生活 出奇地相似 多半是以下方式 01 许多老年人 在退休后 选择继续赚钱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如今的社会中 生活成本不断增加 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多 因为医疗费用 养老费用等各种开支 可能会给家庭 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仅依靠退休金 可能难以应对突发的状况 如果老年人在退休后 停止赚钱 完全依赖有限的退休金 那么一旦遭遇重大疾病 或其他意外情况 家庭经济可能会陷入困境 因此 他们会选择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兼职工作 比如看门保安 社区清洁工等 如果不能勇敢地迈出这一步 可能会在经济上 感到焦虑和无助 从而 通过继续赚钱 他们不仅为自己 积累了更多的资金 也为家庭提供了一份保障 如果一直处于安逸的状态 不畏与筹谋 可能会在关键时刻 感到力不从心 所以 继续赚钱 成为了不少老年人 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 负责任的态度 02 不少老人成为了子女家中的 免费保姆 尽力减轻子女的负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在现代社会 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 和生活压力 因为子女们往往需要 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以应对激烈的竞争 和快节奏的生活 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助 他们可能会在工作和家庭之间 顾此失比 如果老人在退休后 对子女的困难视而不见 那么子女可能会在疲惫中 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 影响家庭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 老人们主动承担起 照顾孙辈 操持家务的责任 比如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 准备一日三餐 打扫卫生等 如果老人不愿意付出 子女可能会陷入困境 家庭关系也可能变得紧张 从而 老人们的付出 让子女能够安心工作 也为家庭创造了一个温馨的环境 如果没有老人的支持 子女的生活 可能会变得一团糟 所以 成为免费保姆 是许多老人 为子女默默奉献的方式 体现了 他们对子女深深的爱和关怀 03 还有一部分老人 在退休后 承担起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孝岛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 因为当父母年老体弱 生活不能自理时 如果子女不照顾 他们的晚年生活将十分凄凉 如果老人在退休后 不照顾自己的父母 那么就违背了伦理道德 也会给自己留下遗憾 因此 他们会全心全意地陪伴在父母身边 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 比如给父母洗澡 喂饭 陪他们聊天解闷等 如果不能尽孝 可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和自己良心的谴责 从而 通过照顾年迈的父母 他们传承了孝道 也为下一代树立了榜样 如果不这样做 家庭的温暖和亲情 可能会逐渐淡漠 所以 照顾年迈的父母 是许多老人退休生活中的 重要责任和使命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 这句名言提醒着我们 无论生活有多少困难和挑战 都要保持乐观和积极 在退休生活中 虽然大家的方式相似 但每个人的经历和感受 却是独特的 比如 有的老人在继续赚钱的过程中 结识了新朋友 学到了新技能 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快乐 有的老人在照顾孙辈时 感受到了生命延续的喜悦 和天伦之乐 有的老人在照顾父母时 重新找回了儿时的温暖回忆 加深了与父母之间的感情 然而 也有一些问题 值得我们思考 比如 在继续赚钱时 老人的身体 是否能够承受工作的压力 在充当免费保姆时 老人自己的生活空间 和兴趣爱好 是否被忽视 在照顾年迈父母时 老人自己的身心健康 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关注 你若爱 生活哪里都可爱 你若恨 生活哪里都可恨 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心态 看待退休生活 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 发挥自己的价值 总之 退休生活虽然相似 但每个人都能在其中 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让我们尊重 每一位老人的选择 共同创造一个 温馨和谐的社会环境 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更加幸福美满 岁月如流 不知不觉中 我们就步入了人生的下半场 当青春的喧嚣渐渐远去 晚年的宁静悄然来临 我们开始思考 究竟什么才是幸福的晚年 常言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 钱在晚年生活中 确实重要 能让我们有物质上的保障 但历经岁月沧桑 我们才真正明白 要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光有钱还远远不够 还有四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01 生活能自理为第一条件 为什么说 生活能自理 对于晚年幸福如此关键呢 因为当我们步入晚年 如果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 事实都需要依赖他人 那我们的尊严和自由 就会大打折扣 因为人都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 如果失去了自理能力 连穿衣 吃饭 上厕所 这些简单的事情都做不了 那内心该是多么的无助和痛苦 如果一个老人生活不能自理 事实都要麻烦别人 时间久了 难免会产生自卑和愧疚的心理 因此我们在年轻时 就要注重保养身体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从而尽量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机能的正常 即使到了晚年 也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所以 生活能自理 是晚年幸福的重要前提 它让我们能够独立自主地生活 保持人格的尊严 02 和睦的家 为什么和睦的家 对于晚年幸福不可或缺呢 因为家是心灵的港湾 特别是在晚年 当我们历经风雨 身心疲惫时 一个和睦温暖的家 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安慰和力量 因为人是情感动物 都渴望被关爱 被理解 被接纳 如果家庭关系紧张 成员之间争吵不断 互相指责 那么 即使住在同一屋檐下 也感受不到温暖和幸福 如果老人每天面对的是子女的争吵 夫妻的冷战 那心里该有多难受啊 所以 家庭成员之间 要多一些包容 多一些理解 多一些沟通 从而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让老人在爱的包围中度过晚年 所以 和睦的家是晚年幸福的基石 有了它 我们的晚年生活 才能充满阳光和欢笑 03 积极的社交 为什么积极的社交 对于晚年幸福很重要呢 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 需要与他人交流和互动 当我们步入晚年 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 不与外界接触 很容易感到孤独和寂寞 因为与朋友相处 能分享快乐 分担忧愁 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如果总是一个人待着 没有朋友可以倾诉 内心的苦闷无法排解 时间长了 容易心情抑郁 因此 我们要主动走出去 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结识新朋友 从而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 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所以 积极的社交 是晚年幸福的润滑剂 它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零四 平和的心态 为什么平和的心态 对于晚年幸福 必不可少呢 因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晚年生活中 也难免会遇到 各种挫折和困难 如果没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很容易被这些烦恼所困扰 无法享受生活的美好 因为心态决定一切 如果总是焦虑 烦躁 抱怨 那么 即使拥有再多的物质财富 也感受不到幸福 如果老人总是为一些小事纠结 为过去的遗憾懊悔 为未来的未知担忧 那日子过得该多累啊 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 学会宽容 学会知足 从而以一颗平和的心 去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享受当下的每一刻 所以 平和的心态 是晚年幸福的秘诀 它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 保持内心的宁静和从容 当我们走过漫长的人生道路 才更加明白幸福晚年的真谛 钱固然重要 但生活能自理 和睦的家 积极的社交 平和的心态 同样是我们晚年幸福 不可或缺的元素 让我们在有生之年 努力去追求和珍惜 这些宝贵的财富 为自己的晚年生活 描绘出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愿每一位老人 都能在晚年时光里 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 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和安宁 因为只有我们用心去经营生活 生活才会回馈 我们以美好和温暖 人的一生 总免不了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学业上的 成长中的 感情上的 婚姻里的 事业上的等等 面对这些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大事小情 我们有的时候 难免会感到困惑与忐忑 甚至是恐惧与逃避 所以 我们总是在夜深人静 或者迷茫彷徨之际 发出一些感慨 不知道为什么 人生中有这么多的烦恼和矛盾 而那理想中的岁月静好 为什么总是那么的渴望而不及 其实 我们大多数人 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 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人 以不同的心情去看 会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 一切的不同 皆源于我们的内心 心若大了 啥事都是小事 心若很小 啥事都是大事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真正困住我们的 往往不是眼前的灰尘 和繁琐的日常 而是我们的心灵 井底之蛙 只能看到头顶的那一片 小小的天空 但是一旦它从井里跳了出来 就会发现无比广阔的蓝天 我们人类也是这样 当我们的眼界 只有一道门缝那样狭窄的时候 我们只能看到非常有限的风景 也只能容纳非常小的空间 而一旦我们能够突破自己的眼界和心理宽度 就会发现更具广度和深度的世界 心大了 才能容下委屈和误解 也能容忍暂时的失败和落魄 心大的人不是愚蠢 也不是马马虎虎游戏人生 而是懂得从更高的维度看待事物 三国时的曹操是一个心非常大的人 每当打了败仗的时候 手下的人总是垂头丧气 士气低沉 而他却会开怀大笑 甚至嘲笑对手没有乘胜追击 一击致命地彻底击败他 正是这种乐观的精神 才使他能够在遭遇困境的时候 不会失去斗志和信心 我们应该试着做一个心大的人 打开自己的心扉 去容纳更多的生活中的挫折和不美好 让自己的心大起来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丰富自己的头脑 洗涤自己的心灵和不断突破和成长的过程 无疑这个过程是无比艰辛和充满挑战的 我们需要多读书多思考 最好能够多读一些历史上 那些伟大人物的史实和传记 当然我们不可能做到像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那样的眼界和胸怀 但诸如他们这类大人物的思考方式 和处事的境界 总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 即便是小小的领悟 也会对我们现实的生活 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站得越高 看得越远 胸怀越大 事儿就越小 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困惑和苦恼 其实皆来自于我们的看不透 想不通 是我们自己的眼界 限制住了我们思考的广度和深度 别无他法 唯有学会观察和思考 总结和归纳 才能够一点点地开阔我们的视野与胸怀 当我们有一天能够看得更远 想得更深的时候 就是我们跳出那固有的领地 从而获得新的解放和提升的时候 登高者 目击之处都是风景 心大者 所经之事皆为小事 愿我们都能够做一个胸襟开阔 豁达通透的人 一个人如果不经历世事的磨练 不通过岁月的淬炼和洗礼 是很难真正成熟起来的 而但凡真正的成熟了的人 都一定存在着很多的共同和共通之处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成熟 同时也激励一下自己在通往成熟的路上多多努力 让自己尽早地收获到一个成熟而睿智的心灵 一 成熟的人知己知苦 小人知难 我们说一个人如果真的成熟了 一定是对人间的人情冷暖和人性 看得通透明白了 一个成熟的人肯定不是自私自利 唯我独尊的人 他们深知人生的不易 也懂得生活的艰难 同时也对自己对他人多了一份宽容和理解 对自己不苛责 对别人不勉强 理性中又不乏感性和同情之心 如此才是一个饱经生活磨练 而变得成熟豁达的人 二 一个成熟的人总是能够容人之过 用人之常 也总能够一分为二地去辩证地看待所有的人和事 人之所以能够成熟起来 就是学会了正确的思考 懂得客观而理性地看待人处理事 如果总是小孩子脾气 做什么事情都是由着自己的性子 凭着自己的喜好 而放弃了那份冷静和斟酌 那么这样的人 则永远不可能真正地成熟起来 三 凭己之心和人之气 淡定随和 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有的样子 凡是成熟的人 一定是一个沉着冷静 内方外援的人 那种动不动就发脾气 甚至不顾大局 任由自己的情绪肆意发泄的人 和成熟真是沾不上边 而这样的人 也是绝对不可能生活幸福 也更不可能事业有成的 四 解人之忧 化人之凡 一个成熟的人 也一定有着足够的智慧和能力 去为自己为别人出谋划策 解决问题 我们要想成长成熟 就要学会在失败中汲取教训 在成功中积累经验 随着生活阅历和经历的增加 我们的智慧也应该越来越丰富 心灵也会越来越通透 我们都渴望变得成熟 也希望在生活之中 更快地获得驾驭各种人生局面 和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 那么我们就要懂得 在平时多思考多锻炼 让自己的思维和胸怀 变得更加开放而包容 让自己的认知和思辨能力 变得更加强大 事实练达皆学问 一个人要想成熟起来 就要懂得在社会这所大的学校里面 勤学苦练 多思多想 如此 我们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睿智 越来越通透 这么多的学校 谢谢大家